先前在积极症内传出原先的积极症 卫生所主任兼医师借零退休后 积极症就没有医师在看诊 但其实新任的主任兼医师刘春光 很快就到职并来为大家服务 我是新任的积极卫生所主任 我叫刘春光 那之前的主任因为借零退休 所以我赶快过来这边接任主任 那大家就说积极症没有卫生所主任 没有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训任的卫生所主任 我的专长主要是内科 在内科方面然后肠胃肝胆方面 肠胃这方面有专门看消化性溃疡 然后大肠癌的一些检测 然后在肝的部分有逼肝吸肝的一些检测 及超音波的检查 积极症明也指出 先前传出旧的主任退休后 就没有主任要来衔接了 但其实有 不但为人亲切也非常专业 主任也指出 除了基本的医疗外 未来若有C型肝炎的病人 也能够协助治疗 旧的主任退休之后 就没有新的主任来衔接 可是现在有新的主任来衔接 而且主任的专科是肝胆肠胃方面的 所以对民众来讲是蛮方便的 而且主任也很亲切 其实卫生所的未来的发展 当然第一主要还是医疗 在我们的卫生所我们会提升很多的一些设备 B肝吸肝在医学中心如果有C型肝炎的话 一般药物会治疗到十几到二十万 我们积极卫生所我来了以后 这方面假如有这方面的病人 我们都可以同步进行病救治 陈淑月议员表示虽然旧的主任借零退休 但新的主任不但很快就到职 也继续为正名来服务 所以积极卫生所是有医生的 在这里社会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们做一个报告 就是尽情我们一个卫生所的医生来退休 但是我们政府非常注重到我们顶民的幸福病痛 所以很快就把这个卫生所的主任给它保住了 所以现在目前我们一个卫生所已经有医生主任在这里注定 所以万一你如果有感冒说身体不爽快 可以将近来问证 我们目前一个卫生所已经有医生了 新道职的主任不但相当专业 尤其在内科肝胆肠胃的部分 以及老人常见的疾病都非常擅长 陈淑月议员也勤勉 由主任能够协助地方提升地方的医疗品质 来造福乡亲 记者邱平易急急采访报道